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有多少人努力工作赚钱 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不用再工作 实现财富自由 但是一直有钱却不用工作 真的会比较快乐吗 老实说的答案也真的是见仁见智的 法国有一名女子在一家电信公司上班 但是公司一直没有为女子安排任何工作 还每个月照样发全额薪水给她长达20年 换做一般人现在可能已经哈哈哈哈笑疯了 毕竟这跟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没有什么不一样吧 但是这名女子最近决定把她公司的四名经理都告上法庭 起诉这家公司精神骚扰和歧视 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名法国的女子患有先天性的偏瘫和癫痫 这种疾病导致她半边的身体和脸部瘫痪 但还是可以工作的 而她在1993年进入法国一家电信公司 担任秘书 命在2004年更换岗位 但是新的工作岗位却不适合她的身体状况 女子表示尽管医生评估之后 就有建议公司为她调整工作的环境 女子也多次申请希望可以居家办公 但是公司都无视她的请求 反而将她当作长期请病假的员工直接冷藏 女子控诉在之后长达20年里 公司每个月都会给她发全额薪水 但是却没有安排任何工作给她做 女子说那么多年来她都没有去过工作的地方 没有收到任何的email 就好像是一名被排斥和被歧视的员工 让她觉得自己被浪费了 丧失了职场和社会地位感 那么这一切也导致她陷入抑郁 更让她的健康状况恶化 女子的辩护律师指出公司只付薪水却不安排任何工作 明显是为了要逼迫女子自便辞职 这个起诉也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有网友认为说女子20年来都不用工作却可以照领薪水 怎么能够算是精神骚扰呢 真正的受害者可能会羡慕她的情况吧 虽然一直领薪水 但是女子却控诉说 她的收入不断的减少 退休金也因此遭到剥削 那这给她带来65万欧元 也就是大约320万令吉的经济损失 那对此公司就喊冤说 那20多年来公司为女子保留了100%的全额薪酬 还提供了多项不需要她偿还的援助 嗯 到底是谁比较有理就留给法官去判断了 刚才不成了 看了 我走了 是谁累死死你 我忘了 我的ốt